又回到可能一開始還是要找專業的醫生來幫忙做一些鑑別的診斷 那一些鑑別的診斷其實 鑑別的診斷是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啦 因為 所以說都做了一些鑑別 我想大概就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鑑別 那在這個期間黃先生可以跟我們就是講一下 那個 你現在到一個半月對不對 黃先生是屬於 東都治療師三個月就是可以畢業嗎 那你還有一個半月可以畢業 現在已經都已經有逐漸改善 只是感覺上就是說 感覺上就是說還沒有達到需要的平常人的角度 那第二個就是剛剛講說力量 比較沒有力量 所以說在拿東西或是在持續抬高做什麼 要做動作這些 我覺得只要來開一個開關你要去搬 這就感覺這個力量就 我就想去用 又要走手去搬 因為這時候會知道是沒有力量這樣子 OK 最後我們謝謝那個黃茂米黃先生 他寶貴的經驗分享 黃茂米黃先生他可能在一個半月之後 就會漸漸慢慢復原了 最後我們謝謝李文棟李醫師來到我們的節目 最後各位觀眾朋友提醒 你在家裡可以多動動身體 然後才可以保持您的身體健康 最後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健康九點我們下周同時間再會 我們下周同時間再會 的 Nah Mu sure